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这个题目 这也是一个联考题 他说有300位的学生 他数学的第一次段考 跟第二次段考的成绩 用X跟Y来表示 那如果X跟Y的相关系数 算出来是0.016的话 那我们要问说 下列这些哪些是对的 好 A说X跟Y的相关情形 可以用它的散户图来表示 B两次段考可以用适合最佳直线 来表示它的相关的情况 C把X加5Y加5 它的相关系数仍然是0.016 Z把X乘以10倍Y乘以10倍 它的相关系数也是0.16 E如果把它标准化 X标准化就是减平均除以标准差 Y标准化同样的 那新的标准化的 它的相关系数还是0.016 对吗 好 来 这题目其实很容易 第一个 它要问你说相关的情况 那相关情况 我们说可以用散户图 把XY 挂在直角标里面上 就可以来表示 它到底相关是这个 完全直线相关 还是高度相关 还是中度相关 还是低度相关 或者正相关 或者负相关 或者零相关 所以那相关情况 当然可以用上部组来表示 所以A是对的 但可是表示出来也许 像这个的话 0.016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正相关 但是怎么样 相关的情况 非常的不理想 你看不太出来 它是跟某一条直线很靠近 它非常的分散 甚至于有一点接近点 接近点就是 有点看不出来它是不是正向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适合用一条直线 来代表XY的关系吗 当然不适合 适合的话 应该是 最少要0.6 0.7以上 才叫适合 对不对 如果你连0.5都不到 那你当然这个 做出来直线 就不是那么适合 来代表这个 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B呢 它说 适合用最佳直线 来代表 不适合 当你的相关系数 很大的时候 才是适合 才是适合 好 就是正相关很大 或者负相关 负的很等 接近负的百分之100 好 再来 就是你的R 如果最少要大一点 0.6 就类似 那这个显然才0.0多0 0.0 0.1都不到 所以非常不适合 非常不适合 C呢 它说把这个加5 它的相关系数 那么说 如果你把这个x'叫做x加5 把y'叫做y加5 那 x'跟y'的相关系数 我们说 只要看x前面乘的 看乘的就好 评理不会影响 乘的同号 看看就相等 一号 就差一个符号 那现在同号 那同号的话 当然就是 还是等于 xy的相关系数 就是0.0.1 所以x是对的 再来 如果你把它改成 10x跟10y 就是这里不是加5 是改成 x乘的 x乘的10 x乘的10 还有y呢 也乘的10 那这样子的话 也是一样 乘的同向 同向就相等 所以这里 再来1的部分 它做标准化 可是标准化 其实也是在做平移跟放大缩小 就是说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到 它是等于x乘上一个标准差分之1 再去加上一个负的标准差分之x平均 你把它分开 y也是一样的 那这两个标准差一定正的啊 正的就表示 这两个一定同向 同向的话 它的相关系数 就会跟原来这两个相关系数 相等 就等于0.0.6 所以这个也值得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要选择就是 A C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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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